大家好 我是卡洛斯 一直有追蹤我的频道的朋友 应该都会发觉我有一段时期 没有跟大家介绍新的3D打印机 我自己觉得3D打印机 就好像我们在80年代 90年代用电脑的时候 经过了几年的发展 已经去到一个樽镜位 所以在过去一段时间 我只是应用这个3D打印机 去制造一些STEM的项目 一直都看不到传统的FDM打印 有什么新的发展 而有太康的STEM影片 都知道我在学校 一般是用CR10V3这部机 而在家里我会用N3 Pro 至于早前大家都在热推的CR30 我认为主要用途是印很长的物件 以及大量生产物件 如果你不是有这两个需要 基本上你都不会用它 因为切片一定要用上创造的切片软件 而且打印的时候是45度斜印 你未必会喜欢打印出来的質感 再加上机架就颇贵 一般人都不会承担得起 而CR10和Ander系列呢 在2021年已经出了一些新款式 譬如Ander系列会出了S1和S1 Pro 而CR10其实在V3之后 亦都出了Smart和Smart Pro 但由于我的CR10V3和Ander 3 Pro 都用得很好 一直都没有换机 直到今天创上寄了一部 CR10Smart Pro给我 趁着这个机会和大家开箱 大家一起来看看 这部Smart Pro 究竟比起以前的CR10 有什么进步都好吗 打开箱之前 我可以跟大家说 即使你一直有用开创上的CR系列 或者Ander系列 这部CR10Smart Pro的配置 都会给到很多惊喜给你 首先我就找到一些Document 这部机的Gcode方面 有些东西要特别注意 而又加上了一张温馨提示 是告诉你每一种耗材 所使用的温度 而装说明书的胶袋里面 竟然会有一张贴纸 而翻阅一下说明书 你会发觉安装步骤一点也不多 两三下就已经安装好了 但由于显示屏 就变成了彩屏幕 你可能需要熟悉一下 此外 我会看到有手机画面的显示 意味着可以透过手机 用WiFi控制它 看看里面的配置 我一眼就瞄到这东西 诶 似曾相识 原来是一个摄像镜头 还是USB那种 安装好脚架之后 很明显就是一个监控镜头 至于怎样监控机打印 就留待下回分解了 其他的配件当然不缺得 这个耗料的支架 还有支撑龙门的两条杆 已经很贴心地为你安装好了 再看看今次配置的打印头 哇 真的眼前一亮 感觉上很英俊 也都很高科技 而上面已经配置了自动调平装置 至于显示屏 其实是触摸式显示屏 所以连船楼都不见了 而包装的下层 就只有一个龙门 和一部主机 而我留意到的就是主机打印台 再不是这个精甲玻璃 而是有金属颜色的一块瓷板 至于打印效果是否比精甲玻璃更好 就要试过才知道 就这样看看开箱 大家会不会发觉 都跟以前的型号有很多显著的不同 虽然不是什么精细械族的大变化 但也是一些很贴心的小改动 安装方面很简单 因为螺丝也只有白口 这四条长的螺丝 就自然用来双装龙门 安装龙门一个人搞不定 所以我找少峰帮忙扶着龙门 让我在机底上上螺丝 龙门安装完成 就是安装两支支撑物 要注意的是 之前的型号 两支支撑是在机前面的 有时候都会挺左手左脚的 但今次的安装竟然在机后面 安装方面非常简单 四口螺丝、两块戒指就完成了 而彈头上 本身已经安装了三口螺丝 拆出来就可以安装在龙门上 耗料支架也非常容易安装 不用用螺丝 就这样卡下去就可以了 但要记住拆断尿检测线 竹瓶萤幕只需要插一条排线 就这样勾在机前面 我发觉机前面有个柜桶 打开看看 揭开了海绵 原来工具已经有齐了 而且在柜桶里排列得很整齐 真的非常贴心 再看看这把剪钳子 是不是很可爱呢 其实作为产品来说 我觉得这些贴心的小举动 都是很大的进步 最后一步当然是插线 但今次的线原来有胶纸封实了 要先撕开胶纸 插线方面其实很简单 因为插头和插座 通常都在同一个地方 这个插头很明显就是插Z的步进马达 Z马达在龙门两边有两个 不要漏了这个 而两个黑色的插头和插座 就是限位装置 两个都要接驳好 而这条这么长的排线 就是接驳去打印头 而接之前要把锁片一粒螺丝扭开 插了线之后 就将锁片返回原位 扭回实螺丝 这块胶纸是用来提醒你 将一条这么长的排线 摄在这个位置 之后就将排线附近的插头 和X 步进马达连接起来 当然黑色的限转开关头 也要连接起来 好了基本上所有的安装完成了 就可以插电源线 以及启动开关 按了开机 画面没有反应 不太吓得我 原来慢慢慢慢 才有些微微的光点 在画面上显示出来 一向用开Ci-L系列和Enter系列 都应该看到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因为不再需要用船楼转来转去 去选择什么料 这部机是内置自动调平的 所以用之前 一定要进行自动调平的调校 Setting Level Auto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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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自己更加相信 自己用手动调平的 但既然它内置自动调平 那也没办法不用的 但根据说明书说 即使做了自动调平 其实一样要用那四个红色的卵 去做手动调平的 最后我看到机器旁边有USB插头 还有电线插头 很明显USB插头是用来接驳监控镜头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上一代的CR10 V3 和这代的CR10 Smart Pro 在外观和形体设计方面有什么主要的分别 我就认为少了一个主控机 就真的没那么压榨了 大家看到我面前的两部 都是叫做CR10系列的机器 一部已经是V1 V2到V3 而另一部是Smart Pro 所以你看看两部机器的设定 是这么类似 贪生恶构就是148 转身由CR10 Smart Pro去取代 CR10 V3是迟早的事 但在我完全未適验 即是新的Menu 以及如何启动新的加控功能 WiFi功能等等之前 我想这段时间 我仍然要很依赖这部机器 如果大家想再清楚这部CR10 Smart Pro 究竟这新功能如何使用 请多点留意我之后的影片 我会慢慢研究 外围里方斯 如何使用这些新的功能 今天分享到这里 我是卡路斯 喜欢我的影片 请订阅、点赞和分享出去 拜拜